考验信仰的时刻到了 美股盈利预期持续下行 逢高逃离还是买未来 近期分析师们不断下调标普500成分公司利润预期 他们预计美国企业利润水平将出现自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以来的最大降幅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盯着这一预期的投资者们似乎毫不费力地在银行业巨头领衔的财报季正式开启前 推高了美国股市 从一项具体的数据来看 投资者们推动美股出现了自2009年年初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报季前反弹浪潮 美股基准指数 标普500指数 Stacks US在截至上周五的一个月里上涨了近6% 但是分析师们却普遍预计第一季度标普500成分公司整体利润将下降约8% 部分防御性仓位和银行业压力似乎得到遏制的这一缓解性预期可能起到了帮助作用 但这种强势也凸显出投资者们们对美国公司实现盈利能力的非常持久的信心 在一些乐观的投资者看来 第一季度整体业绩不会太好 但可能会超出遭分析师们大幅下调的悲观预期 并可能标志着周期性的低点 对于一个坚持不懈的展望未来的股票市场来说 看涨的重点理由之一 就是企业利润水平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恢复增长趋势 这次不一样 财报季前夕美股大涨 尽管对于美股 尤其是高估值科技板块的怀疑论者比比皆是 但是这种乐观也可能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 持怀疑论者普遍认为 随着高通胀以及高利率水平导致市场需求违靡 利润下滑趋势似乎板上钉钉 业绩在超出预期方面遇到了更多困难 此外 近期的市场表现也显示出谨慎的理由 在此前的连续两个季度的财报季 标普500指数在每个业绩公布季度的走势 都与业绩期正式到来前的一个月的走势相反 美国银行的财富管理公开市场部门主管 Lisa Ericsson在电话采访中表示 我们在这个财报季度面临的最大风险是 人们预期会出现好于低预期的这一财报季类型 而这一趋势存在风险 可能无法如期兑现 据Bloomberg Intelligence会编的分析师一致预期 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 今年1到3月的整体净利润预计将降至每股50.62美元 降幅大约8% 这将是自新冠疫情初期标普500指数暴跌 31%以来最大幅度的利润降幅 高盛预计第一季度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的整体EPS 每股收益将同比下降约7% 预计将创下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大跌幅 并将令每股处于整体利润周期的阶段低点 在本周五 财报级正式拉开帷幕 华尔街最大规模的几家商业银行 摩根大通JPM US花旗集团CUS和富国银行WFC US将陆续公布今年的第一季度财报 这些银行业高管们 关于银行存款规模 资产流动性和贷款损失拨备金的相关言论 无疑将比包括全年利润指引在内的重磅数据 更能引起投资者的兴趣 但是在这些银行业巨头 发布财报之前 分析师们大幅降低了 对于标普500成分公司的整体营收预期 分析师们对于第一季度整体营收将下降6%以上 这是连续三个季度预期降幅如此之大 然而 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美股的强势表现 标普500指数在最近两个财报季 正式到来之前的一个月都出现了大幅下跌 但在企业开始发布财报后大幅反弹 这一次 尽管业绩预期遭到分析师们不断下调 但该指数还是反弹了 财报季前夕 美股盈利预期不断恶化 宽松预期带来的涨幅或将面临回徒 美股自3月初期以来反弹趋势非常明显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硅谷银行光速倒闭引发的银行业危机 促使投资者们预期美联储5月将暂停加息 以结束加息周期 并预期下半年降息至少50个基点来阻止银行业危机持续发酵 然而 近期多位美联储官员打击了市场过于乐观的降息预期 他们强调道 努力应对棘手的通胀问题和缓解美国银行业危机并不重复 并且一些官员认为市场预期过于激进 他们不认为今年降息板上钉钉 FOMC永久票委 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否认了美联储激进加息 加剧了近期金融行业压力的这一悲观说法 并且表示 下次政策会议中 加息25个基点将是一个合理的起点 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对经济前景持较乐观态度 他表示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美联储将不得不应对强劲的经济增长和顽固的高通胀 克里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表示 尽管美国经济似乎正在放缓 但美联储可能还会加息 并强调其不认同今年降息的市场预期 另外 上周非农数据显示的就业市场韧性 以及CPI数据预期 也使得市场对于美联储5月暂停加息的预期降温 经济学家普遍预计 美国政府周三公布的数据将显示 自2021年1月以来 主要因服务价格增速而高企的核心 CPI同比涨幅经济学家预期 3月为5.6% 或将首次超过整体通胀 经济学家预期 3月整体通胀为5.1% 即2月之后 预计核心通胀率将再度显示出强延性 有经济学家认为 核心通胀数据对于美联储来说 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可能有助于美联储 在5月会议上再次加息的这一预期 更重要的是 近期分析师们对于标普500成分公司的盈利预期不断恶化 Malipos近日对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们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 60%的受访者表示 成分公司的实际业绩将拖累标普500指数下行 Bloomberg Intelligence汇编的数据显示 分析师预计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第一季度净利润水平将下降8% 多数投资者认为 今年美国科技股20%的涨幅与基本面脱节 短期或将面临巨大的抛售清算压力 近60%群体表示 科技股股价大幅反弹与盈利预期无关 约41%的受访者认为 美国大型银行的利润水平 可能会受到银行业动荡带来的负面影响 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Yardini统计的市场预期数据显示 分析师们对于2023年标普500成分公司的 美股营业利润增速预期不断下调 对于QE和QR增速预期已经进入复值区域 对于2023年全年营业利润的整体预期也接近复值 此外 全球对冲基金当前正重新压注看空美国股市 压注在经济数据和企业执机业绩表现不断恶化之际 最新一轮美股市场回调将持续一段时间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上周公众假日前夕 以对冲基金为主的大型投机交易者 在标普500指数 以mini期货上的净空投合约增加至约32.1万份 该数据创下 自2011年11月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被评级机构下调以来最悲观的数据 高盛集团大宗经济部门的数据显示 在追逐科技股上涨趋势后 多数对冲基金转而抛售科技股 以15个月来最快的速度平仓科技股多投仓位 因此 在结合以上因素 宽松预期带来的涨幅短期货将面临回吐 期货的净空投仓位达到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富国银行表示 标普500指数 或将在未来几个月下跌10%至3700点 富国银行策略师表示 利率上升 近期银行业压力的潜在后果 以及消费者依赖信贷 都给股市带来了更多下行风险 该行策略师Christopher Harvey 在周二预计美股未来3到6个月内将出现回调 不过富国银行维持2023年底4200点的目标价不变 看涨美股的重要逻辑 利润恢复增长趋势只是时间问题 预计美股将在未来一个月继续上涨 意味着忽视近期的历史数据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 当美股在财报级之前上涨时 一旦重要公司的业绩陆续公布 股市往往会下跌 反之亦然 与此同时 近期数据显示 企业业绩超出预期的幅度正在缩小 在离我们时间最近的2022年第四季度 总营收仅比分析师一致预期高出0.3% 是自2020年初以来最小的超预期比例 根据分析师的普遍预测水平 第一季度可能标志着企业盈利水平的阶段性低谷 分析师们普遍预计 从2022年底开始的利润收缩趋势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左右结束 并预期在2024年恢复两位数级别的增长趋势 市场往往提前半年左右的时间定价趋势线 但是一些美股市场的看涨信仰者们可能以开始为乐观的利润趋势做准备工作 试图衡量市场定价远非一门精确的科学 但要破译交易员对公司实际盈利预期的一种方法是将历史市盈利应用于该指数 看看利润线会出现什么变化 将标普500指数当前大约4110点的价格除以17.5倍的历史市盈利水平 市场可以认为 今年2023年的美股收益约为235美元 而这一数字比分析师目前预测的美股219美元 一致预期高出7% 来自巴克莱银行的美国股票策略主管维努克里希娜·维努克里希娜对此回应称 市场的期望值确实太高了 他个人的预测目标是美股收益在200美元左右 该策略主管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美股的估值已经被一些投资者重新定价 因为人们希望美股接近盈利修正周期的尾声 但在我看来 在这种合理化逻辑正是落地之前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使得这次复苏反弹为时过早 很多谢你的观看 感谢接收我们的资讯 谢谢关注本频道 拜拜